送了家庭糾纏 来带您看到的是 发生在宜兰县的苏澳眷 有一对外甥跟舅舅 疑似就起了口角 这舅舅竟然一怒之下 持力气攻击外甥 造成他双手背部多处刀伤 幸好意识飞航的清楚 被送一击就没有答案 男子被历日攻击 四肢多处伤势 救护人员到场 立刻替他包扎处理伤口 而一旁开着小货车的这名男子 除了是行凶犯嫌 还是他的舅舅 警方立刻将他带回 这起纠纷就发生在宜兰苏澳 大同路上 十一号下午两点多 路旁一辆小货车 舅舅跟外甥在这里谈判事情 因为家庭争执 两人起口角 舅舅诚信男子被激怒 竟然随手拿起手边的利刃 朝外甥攻击 导致他双手及背部都有伤势 事发后马路上头 血迹依然明显可见 根据附近熟视商家的说法 舅舅平时带人和善 一时情绪无法控制 才会出手攻击 而这名外甥在经济送医后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陈姓犯嫌与灵性被害人 为亲属关系 因家庭纠纷 发生口甲通俗 犯嫌奋而持刀攻击被害人 造成背部及双手均有刀伤 目前送往生母医院救治 警方将舅舅陈姓犯嫌带回 作案动机是否另有隐情 后续还需要再了解 目前以刑罚恐吓及伤害罪行 将它移送正办 记者洪方申以来报道